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日兩粒 進階食法是每日八粒 控清能有效降低尿酸 抑制肝細胞內黃飄零的產生 幫助腎臟把尿酸排出體外 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 大家好 監房實錄 上一集和大家說的是 監房裏面的押戒組 以及醫院組 這一集是集中和大家說的 比較嚴肅一點 嚴肅一點的就是 關於保安組 關於保安組 為什麼保安組是關於嚴肅一點呢 因為基本上 我在前幾集都說過 當你坐牢的時候 基本上你所有的事情都要經過保安組 包括你的身份 如果你是尷尬人物 尤其是民民人士 保安組是會有特別安排的 又或者你是黑社會分子 更加一點 保安組是會有特別安排的 據聞 據聞黑社會的歷史 監房是比警察更加的資料更加詳盡 因為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紀錄 誰是龍頭 誰是 什麼字頭的負責人 單位 都記錄了 因為以前坐牢的人 是要報自己是誰的黑社會單位 但已經時代不同了 現在 在監房 基本上很多監房 都不是行舊制 我們所謂的舊制 就是黑社會制度 在現在 基本上就沒有分 打散了你 管理是另一個手法 但是保安組 和大家來說 都是息息相關的 是息息相關的 我首先在這裡說 就是 保安組 最 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是踢鬥 什麼叫踢鬥呢 就是手薪 踢鬥分兩種 保安組的踢鬥 和普通職員的踢鬥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基本上 如果你這麼不幸要坐牢 不是有機會 這麼不幸要坐牢的時候 你每一天 都要接受職員的手薪 搜查 踢鬥 最 最 例牌的 是什麼例牌呢 就是當你 早上 睡醒覺 做好的時候 出倉 出倉 基本上所有的 誠教書 那些不是保安 那些不是保安職員 那些是平時的 夜間的職員 就會拿著一支 我們叫金屬探測器 我們叫波板糖 就會是 你出倉 就會看看你身上 會不會有什麼 遺憾品 帶出倉 其實都是例牌的 有時候很隨便 有時候很隨便 但是可以很嚴肅 可以很嚴肅 可以很嚴肅 基本上看看你 有什麼 不是屬於你的物品 或者不是屬於 監房的物品 基本上是要扣留你的 甚至乎可能會扣你的 除了是出倉之外 翻倉都會 當你在其他地方做完事 吃完飯 所以要回這個 監房 睡覺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要經過這個過程 都是要經過這個過程 那麼 在整天的流浪場裡面 其實都還會是 會有踢鬥的 例如什麼呢 入其數 做事 當你做完事之後 出其數 無論是 下午你要吃一些午餐 吃包妹 或者是 收工了 4點多鐘收工 回到飯堂 基本上都要接受這個檢查 要接受你的檢查 是保安職員做的 這個保安職員做的 比較嚴肅一點 為什麼呢 在工場裡面 可能會有工具 可能會有工具 工具就比較嚴重一點 有些離器、鐵器 不應該有的東西 都會有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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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了是每一天 一些搜查之外 就是我在前幾集都講過 或者在上一集都講過 就是 當大家接受探訪 家人有人來探訪的時候 探訪 出入探訪室 就是拜山房 都要接受保安的踢鬥檢查 就是手心檢查 因為你會接觸到外界 無論你是家人探訪也好 也都是無論你是律師探訪也好 總之是 或者甚至乎是 有神父來探訪也好 都是需要是 接受一個搜查 好了 跟著 踢鬥 踢鬥除了是 我剛才所說的一些 例行的事情之外 保安的職員 是會 不定期會做一次大踢鬥 大踢鬥 不會讓你知道 為什麼大踢鬥呢 甚至乎會出動到 警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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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緝毒犬 會去問一些 倉和奇數 看看有沒有毒品 一定有沒有毒品 在這個踢鬥的過程 基本上 你所有的物品 都會被搜查 你在倉裡面的物品 或者在奇數裡面的物品 都會養起你的尖 枕頭 全部都養起 全部都會撞亂你 撞亂你 撞亂了 不會幫你接好 大哥 經常都會 一定會 而保安組 也會檢查圍牆 檢查鐵支 檢查所有的保安設施 保安職員 在一個監房裡面 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哪怕是 一滴散仔 因為為什麼呢 保安組的職員 不是 即是那個監房的保安組職員 並不是屬於那個監房的職員 是屬於總部派來的保安職員 即是他們不是遞屬那個監房的一一 當然 一一都是他們的上級 但又不是上司 保安組的職員 除了要看著犯人 有沒有違規之外 也會看著那個監房裡面的職員 行為有沒有犯規 所以基本上是 雙重監察 而在那個監房裡面的職員 基本上對於保安職員 是有所避忌的 包括例一 包括例一 而在那個監房裡面的保安職員 那個吸制 基本上每一個監房都有一個叫POS 即是兩粒一班 即是保安頭 有些大的監房 可能有三粒花 那就很大了 基本上一一都怕他 一都怕他 我們叫保安主任 大家看過 周恩法那套監獄風雲 殺手熊 就是這個角色 保安主任 保安主任在一個監房裡面 那個地位是很高的 個個都怕他 但為什麼怕他呢 大家心知肚明 近期示威 警察說打人 中目規規打人 監房有沒有打人呢 我可以告訴你 正式來說是沒有的 但是監房裡面 是不是真的沒有打人呢 大家自己想 如果真是這麼不幸 被保安主任招呼你的話 基本上你都真的 你都真的 叫做好打有閒 叫做好打有閒 監房的保安 有幾樣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不說得笑的 無論是對於 正正式式的保安人員 或者是懲教署裡面的職員也好 有幾樣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而 是很嚴肅的 第一樣是什麼呢 點人 點人 在監房裡面 經常會點人 經常會點人 我們英文叫做master check 因為監房的人數是很重要的 準不準確 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監房裡面 那個人數 總人數 在一個大寶裡面 在一個大閘 會有一條數 在控制室會有一條數 即是control room 在一個寫字樓都會有一條數 那三條數 是一定要相同 一定要相同 一定要相同 在那個點人的情況之下 當然每天監房都會出出入入出出入 點人是點犯人 不是點阿Sir 當一個犯人離開了監獄 那些人數就不屬於監房 離開了監獄 就會屬於厄介組的職員 而在監獄裡面的範圍 有很多個奇數 有很多個倉 每一個倉 每一個奇數 哪怕是一個人的奇數 也好 在點人的時候 都要實實在在寫一張 叫做master 紙 寫哪個奇數 哪個負責 看著這個犯人 我們叫OIC Officer in Charge 那麼 那幾點 的人數有多少 要寫在這裡 接著會有懲教署的職員 去收這張master 當所有的奇數 都收集了之後 他就會回到三手房 即是直日觀的房間 會加一條數 加一條數是正確的 加一條數是正確的 而 點人的時候 你數人的時候 如果人動來動去 你點不到 通常 什麼時候會點人呢 每一天監獄會點幾 點很多次 我現在大概數 數給大家聽 會幾時怎樣 早上 當六點半起床的時候 夜更入 日更 回早 回早班入 回早班入 要接夜班首 夜班首 基本上 夜班 就會說 人數給早更聽 而早更 回到前床 會把整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在早更入 日更入 是會點一次 然後 我點完之後 我們叫做 人數正確 加上所有的東西 和大閘 和控制室 那些人數是一樣的 那就會叫做 master right 這樣就可以解散 如果不解 如果還未曾 人數正確的情況下 所有其數的人 是不可以移動的 是不可以移動的 這個其數不可以 那個其數 好了 好了 早點一次 接著 吃飯 吃早飯 吃早飯 派飯 派飯很重要 派飯之後 基本上 每個人都拿著飯 坐在那裡 每一張桌 可能坐四個 坐三個 這樣就很容易數 派飯是數人的一個 重要的場合 派飯會數 派飯大概八點 八點多鐘 派飯會數一次 接著 人數正確之後 吃完飯 接著入期數 10點鐘 10點鐘會數一次 10點鐘會數一次 接著 吃下午的吃麵包 吃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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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點多鐘 也會數一次 接著 下午的班 即是下午班 職員 入耕 也會再數一次 我們叫做交耕 我們叫交耕 之後 入出期數 即是回到期數 各自工作 接著 在大概四點鐘 四點鐘 就會再數多次 人 再數多人 人數正確之後 就收工 收工 大概是四點零鐘 就收工 我們叫做散其數 回到所屬的飯堂 吃飯 體育 逛街 通糧 安排 接著 在大概是 吃飯的時候 四點多鐘之後 下一次數 就是吃飯 吃晚飯的時候 都會數人 吃飯的時候 都會數人 吃完飯之後 當人數正確了 就翻倉 翻倉 大概是七點多鐘 八點鐘 晚上的早班 就會入例 接耕 那時候 我們叫做鎖 鎖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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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那時候也會數一次人 即是夜間接手 而去到 大概是 那個時候大概7點多鐘 到大概 到到到凌晨的1點半 到凌晨1點半 呃 那晚上就會入目 晚上就會接 夜頭手 那時候也會數一次人 訓室教怎麼掃呢? 訓室教怎麼掃呢? 在一個倉外面掃 那通常 是不是真的要逐個掃呢? 有時候那些位置是掃不到的 同時職員基本上都信上一掃 如果真的 野班掃漏了人 那就大件事了 這些叫掃人 掃人在懲教處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事 當掃人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和職員合作 不要到處走 通常掃完人之後 尤其是吃飯 掃完人之後 掃完了 當然每一個奇數都會自己閘著 他不會說我現在準備 想著有44人 但吃飯怎麼只有43人呢? 就會查一個人去哪裏? 會不會做錯記錄? 當正確了就叫解散 解散的時候才好好去廁所 去浸水 去做其他事情 如果職員在點養的時候 還沒叫解散 千萬不要動 這是大忌 會隨時被職員罵你 因為掃不到人 會亂的 掃人在懲教處職員來說 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很緊張的工作 所以大家要盡量配合 好了 這一節是講到這裏 下一節是講其他關於 在保安職員的監管之下 大家有什麼事呢? 是要嚴肅注意一下 是要嚴肅注意一下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